各位同学好 我们现在要来讲第四章环流与握度 首先先来做一点名词解释 环流指的是在某个有限范围内流体旋转的程度 所以就像下面画的这张示意图 我们在一个不规则的下圈起来的这个有限的范围内 有一些流体在流动 这个流体旋转的程度 就是它转的多快 还有它转的方向 就是我们指的旋转的程度 所以环流就是在描述这种流体旋转的状态 这个数字它算出来会是一个存量 因为它是一个你可以算的范围的 所以它是一个聚观的概念 那握度的话 它是把这个有限范围 譬如说A 让它范围趋近于0的时候 就是很小很小趋近于0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环流 我们就不叫它环流了 我们就叫它涡度 它指的是某个单点 因为你现在这个范围A已经趋近于0了 就是变成是一个点而已 那那个单点的流体旋转的程度 那一样也是它转的多快 还有它转的方向 那这个涡度呢 因为它是取了极限了 所以变成是那种微分的概念 所以它会是围观的概念 然后算出来的值会是一个向量形式的值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数学形式 环流的话我们用C来代表 那这个V向量就是这边画的粗粗大大的这个箭头 因为你的流体在这边旋转的时候 它不会乖乖的就沿着这个黑色的圆形在转 它可能会有点交角 比如说一个α的交角 它可能会往外流 那也有可能会往内流这样子 我们在算环流的时候 是只计算它V向量 那个流速的那个向量呢 跟路径平行的那个分量 所以是向量V要跟DL就是路径 这个短短小小路径 这两个向量的内积 那内积起来就是你平行于 这个小小的路径的流速的分量这样子 那所以流体切线速度V 这个DOT起来之后 你就只剩下那个切线速度 沿着这个DL的那个分量 把它积分起来这样一圈 这是环积分要积分一圈 这个东西算出来就是环流 我们刚刚讲说环流会描述 就是这个C算出来这个数字 它要描述流体的旋转的状态 所以我们会定义 如果算出来数字是正的值 就表示它是反中向转 就是像这个图这样 这个方向转 那如果是负的值是顺中向转 那数字越大 就是数字的绝对值越大 就是表示它转得越快 越趋近于0的话 就是它转的越慢的意思 这是环流 渦度的定义就是你把环流 除以它的面积A这个面积 那取极限以后就是渦度 渦度的正负号的定义也跟环流一样 就是正的话就表示它是反中向转 负的就是顺中向转 那我们为什么要使用环流或是使用渦度呢 我写来下面就是大气里面真实的状况就是我们的流体在流动的时候是会一直变形的 所以它不太可能做钢体旋转 同学可能会觉得奇怪说我们从前已经学过角动量还有角速度这些东西 那些都是在描述物体的旋转 那为什么我们这边还要特别再把它改成用环流 就是因为我们面对的对象是流体是大气 大气不太可能做钢体旋转 所以我们在算它的旋转状态的时候 其实没有办法找到固定的旋转轴 那还有固定的旋转半径也不知道 那必须用环流来取代角速度 去描述流体旋转的情况 那环流跟角速度之间有一些关系 我们用上面这个例子来解释 那我们现在假设这些流体让它以半径R做钢体旋转 当然这是一个假设而已 然后假设它的角速度是大Om 那所以我们就可以去算 这个流体在半径R那个地方的切线速度就是V 那它会等于大的Om乘以大的R这样子 那它旋转的那个就是半径R的圆形 所以它的外围的路径就是2πR 那这个流体的环流的大小呢 我们前面有讲它的公式是这个 所以你就可以把速度在这里 它的速度是Om 它的路径是2πR 所以Om乘以2πR 那最后是2πOmR的平方那样子 那OmR平方刚好就是角动量 所以环流跟角动量之间是成正比的 然后下面你可以再改一下就是πR平方 因为那个部分就相当于是你那个圆形的面积 就是环流在绕的那个有线范围的面积 我们把它移到等号的左边就变成环流出于它的面积 那这个刚好就变成2ω 就是两倍的角速度 所以每单位面积的环流就是两倍的自转角速度 那这是环流跟角速度啊或是角动量之间的关系 那所以你可以发现它们的确是相同的物理量的概念 只是用环流来描述流体的旋转会比用角动量或角速度 还要更好用一点 这就是环流的角速度